1937年7月7日 日本驻华侵略者借卢沟桥士兵挑起全面侵华战争 在占领了平津及华北的大片土地后 日军又将战火从华北一直烧到华东 1937年11月12日 上海沦陷后日军直逼南京 12月1日 日军大本营下达了大陆命第八号命名 华中方面军司领官松井石根指挥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 协同海军攻占南京 根据命令 日军除第101师团留住上海了 松井石根将集中兵力分六路包围南京 面对敌人的疯狂进攻 国民党高级军官唐生智临危寿命 担任南京卫戍区司令 率领大约十三个师的十五万兵力保卫南京 战斗从12月5日开始一直持续到12日 日军首先占领南京与花台 兵向中华门水溪门通缉门发起进攻 虽然守城官兵顽强抵抗 但中英日军进攻猛烈而抵挡不住 十三日南京沦陷 南京沦陷 影片《南京南京》就是以南京大屠杀为历史背景 为观众讲述了沦陷后的南京城 从筹备到沙青 南京南京共耗时四年 投资八千万 那么 这部由中日两国演员合作完成的影片 能否真实在线 那段让中国人刻骨铭心的历史惨案呢 一定会有信任何 dé达 这部由中日的编程 一剧 一剧 二剧 那一剧 一剧